南谷 Marid 三位粉丝举起大股翔平和洛杉矶 到其队签下全球职业运动 史上最巨额合约的新闻快报 10年7亿美金 折合日币1015亿 相当于台币219亿 这项消息由大股 在社群平台上公布之后 东京街头派发号外的工作人员 无不希望能在第一时间 把这则撼动全球的大新闻 传递到每一位民众的手中 往来的市民几乎人手一张 顺便讨论一下大虎 这笔上千亿日元的天价和约 到底可以转换成哪些具体的物品 日本媒体就把一些著名的地标 拿出来做案例 例如可以建造2.5座东京晴空塔 或是新建2.9个东京巨弹 甚至有媒体把2025年 大阪关心世博会的营运费用 拿出来做对比 戏称大虎一个人的合约 就能举办这次世博会 至于美国媒体则说 大虎这份合约的金额 比起美联中区五支球队的团队 薪资总和还要高 由此可见 到齐队为了网罗大虎不惜痛下血本 来个破天荒的超级合约 向大虎展现诚意 一举将大虎捧上全球职业运动员 最大金额合约的第一位 不过也有一些球评对于 到齐队的操作感到有点担心 因为在过去一个多月以来 各家媒体和运动经纪公司的评估 一致认为大虎应该可以获得一份 八到十年左右的长期合约 直接端出十年七亿美金的天价 投资内容公布之后 有些评论员还以为 到齐队是不是按错了计算机的案件 因为这个价码有点不太合理 不过球员和球迷的看法却认为 这是大虎应得到的待遇 我看了他,每天都会有什么 我从来有什么都会看过 所以他很值得的 他也会被凶着 当我当时会被凶着的 我当时会被凶着的 大国人的事情也会影响 因为我当时会被凶着的 他人会被凶着的 但万一70亿美金是不太迷迷的 我觉得是大国人的事情 刚才记得,我看了 每个全球的速选业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只能有 Une夢了 可是所有暖男支撑的大谷 却在这个时候展现他的福星 提出这笔合约的金额 大部分可以延迟付款 换句话说 大谷会在到期打完10个球技之后 才开始领到延迟付款的金额 这样一来 既不会让球队背负沉重的薪资 和支付豪华税的压力 而且还有比较充裕的预算 可以争取其他好手加盟 例如透过入闸制度进军大联盟的 另一位日级强投三本游身 如此一来 大谷战时无法登板投球的移缺 就有极战力的人选可以补上 等到一年之后 大谷手肘完全恢复 那个时候到齐队的投手阵容只会更强 而且大谷也能重现二刀流的风采 六年前大谷决定加盟洛杉矶天使队时 在札幌巨蛋投出最后一球 建议感谢火腿队球迷的支持 也是向他们道别 往后的大谷翔平将在美国职棒的舞台上 继续朝着目标前进 那一年大谷才23岁 不像其他旅美的日级前辈一样 当年大谷领的年薪 是新人年的54万5000美元 换句话说 大谷在美国职棒就是纯粹的菜鸟 即便他的二刀流身手 已经在日本职棒界闯出名号 但是初来乍到美国 并非所有人都认可 甚至有人质疑 所谓的二刀流不过只是噱头罢了 其实大谷在美国职棒的第一年 多数球迷对他的关注 还是在打击上的能力 当时大谷以两成八五的打击率 22支全力打外加61分打点的成绩 获得新人王 但是他在投手球上只留下四胜二败 自责分率3.31 不太令人为之惊艳的表现 隔年又接受右手走韧带致患手术 导致全年没有在投手的位置上 为球队做出贡献 并且因为术后附件的关系 大谷隔了219天才回到大联盟 以打者的身份在场上效力 纵观大谷在天使队的六年期间 并没有受到身体伤病的影响 或是在薪资要求上和球队闹得不愉快 反而是拿出经得起验证的成绩 向大联盟展现他的价值 两度每年MVP 两次银棒奖得主 以及连续三届全明星 也难怪当大谷获得自由球员资格后 天使队的新任教练 Ron Washington 在记者会上被问到 有没有信心留下大谷时 会以不愿透露太多来回避提问 你不愿意放出贡献吗 我现在没有什么要说 因为我不愿意放出贡献 就是这么低调 大谷无论在公开场合 或是私底下的生活 几乎看不到有任何炒作话题的操作 澳洲媒体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更因此发出一篇专题报道 分析大谷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的低调形象 让牵下他的球团大幅降低球员 可能因为出现负面争议 影响球队的风险 而且还会让更多人对他感到好奇 这也符合广告商的行销需要 所以大谷祥平不仅是 全球标志性球员的代表 也在无形中为自己创造出 可观的个人价值 甚至还超过了这位创作歌手 他就是刚刚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的泰勒斯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认为 大谷祥平的个人品牌价值 之所以会超越泰勒斯的优势 除了全美乃至于全世界球迷的支持外 他的祖国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日本 预估也有至少一亿人 会关注大谷在星球团的表现 而且大谷从美联的天使 转到国连的道琪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话题了 加上道琪也会组成三MVP打线 这些都是大谷转队后带来的效应 不但有助于拓展日本球迷的市场 同时球迹这么长 大谷有更多创造话题的机会 比起泰勒斯在音乐创作上 所需要花费的时间要更为方便 所以大谷投效道琪之后 即便球队开出史诗级的巨额合约 但是在商言商对道琪和大谷来说 就将是一次双赢的合作 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